大家現在看見歐洲的藍色地區 這裡有26個國家 這26個國家已經通過他們之間的協調取消了所有邊境 換句話說,在26個國家之中 這些人可以走來走去,不需要任何的簽證之類 取消了簽證要求 這個叫做歐洲的新根區 不管是什麼,總之是26個國家 一直以來美國對這些國家加起來 巴西、英國和愛爾蘭有一個旅遊限制 這個旅遊限制是因為疫情非常嚴重 現在大拉布還有兩天,就離任了 他就在1月18日,離任前兩天 竟然簽了一個行政命令 就說在1月26日之後 那時拜登已經上了場了 就取消對這些地區的旅遊限制 就是讓人自由來 我真的不知道美國現在的兩黨之間的政治減了什麼 第一,你只剩下兩天時間 簽一個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就是在新總統上場之後才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當然,新總統我立即出來說 不行,我上場之後不會解禁的 因為這些人仍然有很多疫情在 包括英國在內 英國有一個變種的病毒在 雖然這個病毒已經流入到美國 但是仍然要禁 巴西要禁等等要禁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西方這種政治有什麼意義 在離任前兩天 簽一個行政命令 是在別人上任之後的六天 那可能他這行政命令 簽完之後要一段時間生效 所以現在簽 上即刻生效不行 一定要去到二十六號 那現在他簽了 那等二十六號之後 上場的時候 就有一大堆可能帶著疫情的人來 當然,對他來說 航空公司現在是郭家草 因為禁止這些旅客來美國 因此旅客的航空公司的載客量 直跌 全世界航空公司都叫救命 他說航空公司的旅客數目 跌了百分之九十七 即只剩下三個百分之 那就真是搞不定 叫救命 但是疫情又嚴重 美國也不見到疫情恐襲得很好 這些地方的疫情一樣是現在非常嚴峻 現在簽了這樣的行政命令 為甚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這麼空閒沒有工作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肯定有一件事 他明天就很不空閒 因為現在的消息說 他明天就要超過一百個特赦的命令 不知特赦哪些人 就說一百個這麼多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 比如想他去特赦 Julia Assange 在英國 現在就決定 英國就說 不會讓他去美國受審 不過沒有放人 這些也是怪事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現在西方的政治 那些人在做甚麼 在想甚麼 完全是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特朗普會不會 臨後那天 決定取消要求 曼晚舟女士的引渡 然後 運來兩年多 在加拿大之後 突然拍拍手 把他拆回火 哈哈 這樣 曼晚舟可以在19號 那天 扶一聲飛走了 20號 新總統上場 想捉回來 也捉不到 我不知道 現在好像在看離奇小說 現在的美國政治 搞到 作為一個國家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真的 總之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特朗普 想解除一些國家的旅行禁令 但是 新總統說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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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可以說一件事 這些政府 運作 點得順暢 你想對國民有甚麼貢獻 老爺之海 又要要透過 真的 我幫不了他 真的